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您带来精彩视频。 感觉张姐是一个传说中的人,两人见面之后迅速熟了起来,周深随后聊起了小时候因为嗓音特殊遭到嘲笑的事情,表示小时候因为不自信,总想和别人一样。 郑爱佳对此做出精辟的总结,小时候我们害怕成为异类,长大后又害怕跟别人一样。 可于青春时期的身份认同,两人践行了一番走心治愈的对话。 除了访谈对话,念念青春还以念诵会的形式,分享名人嘉宾以及其他青春念诵者年少时期的私密文本。 周深唯唯说出自己成为歌手以来的心路历程,鬼儿害怕自己的不一样,正是他才把你变得闪亮的走心惊剧,极具感染力。 周深多年好友作家刘童分享了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,一直是产媒性人格,直到三十五岁的时候才实现了对自己的和解,开始认同自己的写作。 一路,没有无法面对的过去,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曾经矫情的自己,令不少网友深有共鸣。 节目中其他青春念诵者也勇敢地开箱分享。 孔凡分享了自己的青春叛逆经历,因为不一样,总想着与全社会对抗。 邓梦则讲述了自己的追梦故事,尽管因为一些原因无法行走,但他表示自己没有什么不一样。 别再说什么励志,我和社会上所有普通人都一样的语录,令不少观众泪目。 情色各异的青春经历,展现了青春需要认同和爱的价值观,倡导青春美好,需要善待的行动感。 平凡中自由风华,倾诉结合彰显榜样力量。 《念念青春》首期主要围绕青春认同这一主题。 张爱佳在节目中说道,很多人都很需要别人的认可才能够长大。 通过朗搜昔日的青春文本《周深》《大梦》等名人嘉宾及其他青孙念诵者既分享了他们往日的困惑与迷惑,又谈到如今他们的释怀与坦然。 就像周深所说的,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有光,也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有梦。 时光不落青春暮,心态年轻的人永远与青春作伴。 作为张爱佳的首档青春文化纪实综艺,《念念青春》立足于挖掘各领域优秀嘉宾的青春众生像。 在节目中,张爱佳将邀请她的老友新鹏,选择他们个人青春时期的私密文字、涂鸦、摘抄、创作、手作等各类可视化记录。 在一场线下青春念诵会上进行念诵和演绎。 节目采取星宿结合的形式,最大化地挖掘各种鲜活真实的青春故事,确保广大群众能够从中收获共鸣。 节目当中还涉及诸多青春话题,窘乎不同的青春态度,以及跨代际的青春观点碰撞等等。 各方面合理之下,使得节目极具情感浓度,向观众们传递出一种极具共情力的精神力量,给予当段年轻人温暖踏实的心灵慰藉。 正如节目中张爱佳所说的,每一个人的青春故事都是那么的感人、珍贵,有爱、有迷失、有后悔、有遗憾。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,可是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样的。 节目展现了最为真情实感的青春经历,通过别人的青春,观众们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 夜夜青春邀请了不同领域的优秀嘉宾,除了周深,诸如丁真、周华健、刘若英、虎条仁、李雪芹、黄勇玉、田壮壮、王耀庆、谭维维等嘉宾都将在节目中亮相。 他们将分享自己极具私密性的青春文本,分享自己的青春故事,探讨当下最为热门以及备受关注的青春话题。 坤语嘉宾将探讨什么样的青春话题,在节目中会碰撞出哪些令人耳目一新的青春观点。 此次官宣同时发布了《定档海报》,海报中张爱佳一新红裙,自信大方的笑容一如既往,极具感染力。 清晰的构图以及他将眼神斜望向远方,使得画面呈现出一种不可言说的动态之美。 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彰显知性优雅气质同时,也体现了《念念青春》是一档以文字与情感交流为主的节目。 背景上有红蓝两色的绿影交叠,灯中有一小创文字《青春》究竟是什么? 关于青春的不同形态,都将在节目中一一展现。 多年以来,张爱佳始终以知性走心的文艺风格出现在大众视野。 作为作用演员、歌手、导演等身份的多妻艺人,此次作为《念念青春》的节目召集人,是他一次全新的尝试。 关于《青春》是什么这一定义,他带着探索的眼光筹备而来,希望能从众嘉宾口中挖掘出青春的多面解读。 节目条件延续着他一如既往的人文气息,此外在风格上也有很大的突破,将会让观众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张爱佳。 作为张爱佳的首当青春文化纪实综艺,该节目呈现出一种人文情怀,凭借高辨识度的风格以及强大的名人效应,有望在这个夏天带来一阵温暖踏实的青春之风,彰显青春力量。 此次观宣还爆出阵容定制海报,他们各自手持一张亚历赫板,不同的颜色则是不同的青春面相。 海报上,嘉宾们各自手写青春物语,比如,周深,永远别忘记自己有光,永远别忘记自己有梦。 丁真则用藏语写下,年轻时多做对自己和他人有益的事情。 刘若英,青春你好,我想重新认识你。 周华健,青春,感谢你一直没有离开。 众人纷纷袒露对于青春的真实心声,青春是一个极具共情理的话题, 所有人都能将从这个话题中得到独属于自己的人生旷位。 它不仅是一种时间上、维度上的状态,更是一种心静与态度上的表达。 此次念念不忘邀请的嘉宾阵容横化不同的时间维度, 深受不同时期大众们的喜欢, 成见出一副静态极严的青春众生想。 节目将选择他们个人青春时期具有代表作的青春文本, 在一场青春念诵会上进行念诵和演绎, 希望借助最真实的个人叙事文本, 进行一次集体式的青春记忆。 直面真实青春,挖掘青春不同的模样。 节目还通过倡导直面羞愧,正是尴尬的理念, 传递青春美好,需要善待的价值观, 探寻青春到底是什么的时代结尾。 为当代年轻人提供极具共敏感的情感力量, 助力他们透视自我, 获得更多直面自己的人生勇气和力量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更多精彩资讯现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 敬请关注哦! 敬请关注哦!